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学区房 赶巧对门突然要卖房子 他就帮忙牵了线 丈夫喜滋滋地说 这下好了 姐弟俩住对门还和小时候一样相亲相爱 我的心却隐隐担忧着 别看大姑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 可依然把自己当作未出阁的小姐 任性撒娇 关键是婆婆对她交供宠溺 凡事替她撑腰 把大姑姐的婚姻搅得稀巴烂 就要住到眼皮子底下 还不知道会衍生出多少矛盾呢 自从大姑姐搬过来 我家便如赶庙会一般热闹 一日三餐 大姑姐一家四口总会定时报道 连晚上辅导大儿子作业的事 都顺理成章交给了我们 这作业又多 有时候要陪到很晚 我就忍不住心里不爽 凭什么把孩子扔给我们呀 一天两天倒也罢了 日日如此 谁受得了 何况那孩子沉迷网络游戏 做作业是根本不上心 丈夫一脸无奈 那怎么办呢 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 总不能看着他变成学渣吧 可第一次摸底考试 大外甥考得很不理想 晚饭时 大姑姐笑着用筷子戳着桌子 阴阳怪气地对我们说 两个大学生上阵 把我儿子辅导成这样 你们是没有尽心吧 难道是怨我没付补课费 我气得弯了丈夫一眼 看吧 处理不讨好 咱埋怨了吧 在大姑姐眼中 我们帮她辅导孩子作业是理所应当的 而孩子没考好 不是因为她儿子不努力 而是因为我们不经历 这种人 若想让她感恩 简直是吃人说磨 为这事 丈夫还埋怨我小肚鸡肠 没把我气死 那天晚饭时 我突然接到单位的电话 说明天早上紧急出差 听说我要再次出差 婆婆的脸当即拉了下来 你们当委的人都死光了 为什么总是派你出差 我努力忽略掉婆婆难听的语气 但笑着说 这个项目是我是主要负责人 等正式签约后 估计就不会这么频繁出差了 婆婆气哼哼地撇我一眼 我知道她心里怨奉我 嫌我结婚这么久没有怀孕 我恐认这事 丈夫是知道的 我妈在生我是大出血去世 我二姨在生我表弟时 也是大出血差点撒上人怀 我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婆婆嫌我矫情 说她生孩子时连医院都没去 我也活得好好的 好在丈夫没有逼我 说她也不想这么早要孩子 万一将来我实在迈不过去经营这道坎儿 就做丁克算了 或者收养个孩子 话虽然这么说 我还是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我心里暗暗决定 等忙完这个项目就去看心理医生 赶紧备孕 这次出差时间并不长 只有四天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仅仅四天啊 我家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进家门 我差点以为去了别家 我家客厅竟然被打通了 也就是说 我家和大姑姐家变成了一家 我的头瘟得一下就大了 心里怒火中烧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他们凭什么背着我把房子打通 我正要质问婆婆时 推拉门哗啦打开 大姑姐手里牵着三岁的二宝兜兜 从她家里卖出来 她把兜兜往我手里一塞 小文 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今天兜兜打一秒 我正愁妈办不好这事吗 孩子交给你了 说完 便扭着水蛇腰出了门 婆婆这时从厨房走了出来 我硬着脸问她 为什么把客厅打通 婆婆不以为然地说 打通怎么了 你姐又不是外人 这样来往也方便 我记得浑身颤抖 这是我家 你们争取我的意见了吗 婆婆忍不住冷笑出声 你的家 这房子是你娘家的陪家不假 可连你都是我老李家的人 何况一栋房子 看着兜兜瑟缩地躲在婆婆身后 她吓着她 我懒得再和婆婆争辩 可是这梗在心头的刺 却刺得我身头 我哪里顾得带二宝去打防御针 躲进卧室给丈夫打电话 丈夫的语气特别无难 说是已经打通了 难道再气回去 这不是打脸吗 从房盗门禁和从客厅门禁有啥区别 这是从哪个门禁的问题吗 这是在践踏我的尊严 丈夫说我小题大做 不就是在客厅开个脚吗 又没抢你东西 你是少钱了还是房子少了脚了 她说 你可以预想生讨后的结果 自然是鸡飞狗跳 姐弟感情崩塌 婆婆删心欲绝 她让我看在她的面子上忍一忍 我气得挂断电话 只要涉及大姑姐的事 她就怂了 因为如果她不怂 婆婆也会把她逼疯 她已经怂成习惯了 晚上吃饭时 大姑姐如沐春风都混乱了 水里拎着几个袋子 今天打麻将手气好 赢了不少钱了 给每个人买点小礼物 婆婆一边称怪大姑姐乱花钱 一边夸赞她孝顺 大姑姐给我买了一款睡衣 她拉着我的手 热情地说 她认识一个麻友 开了一家爱酒馆 抽时间请我去爱酒 我淡笑不语 大姑姐送口头人情 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我从未当真 看着全家人齐露融融的景象 丈夫连连对我识脸色 担心我声讨打通客厅的事 她保证 以后家里再发生什么事 一定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看着她紧张的样子 我努力抑制内心的怒火 深深把委屈咽下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的忍气吞声 更让婆家人觉得我是软柿子 可以随意捏扁面圆 当未项目结束后 不让丈夫陪我去见心理医生 总不可能因为自己恐运 而自私地让丈夫一辈子没有自私吧 可几次治疗 效果并不明显 眉眉想象自己正在经历着 撕心裂肺的痛楚生孩子 我的心都揪紧在一起 周身都被恐惧笼罩着 冷汗津津 我焦急万分 婆婆更是焦躁 说老李家 无论如何是不能断子绝孙的 这孩子生也得生 不生也得生 我被婆婆唠叨的心烦 生育权在我手里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逼我 丈夫逐我 别把婆婆的话记在心里 老人嘛 不都判孙心切吗 那晚是大姑姐的生日 我不做了一桌好饭 饭后织起了麻将桌 我则陪兜兜 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吵架声突然响了起来 因为大姑姐夫出错了牌 大姑姐一气之下 随手拿麻将扔了过去 大姑姐夫抹不开面子 便怼了大姑姐几句 两家人便吵了起来 大姑姐仗着娘家人撑腰 嚣张跋扈的性子一览无语 没有防备的 就站起来给了大姑姐夫一个耳光 大姑姐夫又惊又默 也不记得娘家人是否在场 和大姑姐对骂起来 兜兜吓得立刻缩在我的怀里 小小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 我的心里支痛着 大姑姐夫妻两天笑吵 三天一大吵 大儿子已经形成了免疫 却苦了年幼的兜兜 本就胆小的她 在刀光剑影的家庭气氛中长大 何其可怜 那晚 大姑姐夫摔门而出 没给任何人面子 大姑姐把兜兜扔给我 在自己家豪亏了一晚上 那段日子 大姑姐夫坚决要离婚 大姑姐心情不好 别说不能照顾兜兜 还经常对孩子恶语相向 兜兜看起来更加安静 往往是在沙发上 一坐一上午 真是让人心疼 那天上午 婆婆突然来单位找我 我纳闷不已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呢 婆婆破天荒 竟然给我买了 婆记的甜品 拉着我的手 叙叙叨叨 忏悔她对我的照顾不周 说到最后 婆婆不禁磨起了眼泪 说我从出生就没有妈疼 实在可怜 还说她这几日总在想 为什么我妈和二姨生产时 都会大出去 难道是家族遗传 她越想越害怕 不敢让我冒这个险 咱不生孩子了 时代不同了 妈也得转换一下老思想 只要你们夫妻两个 平安幸福 妈就知足了 我被婆婆突然的改变吓着我 看她的表情 不像是在说假话 如果她能想通 我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没了婆婆的威压和指责 家里的气氛和喜安宁 那晚 见我正在陪着兜兜玩惊慕 婆婆突然感慨地说 小婉 妈这两天总在琢磨一件事 你看你们能不能收养个孩子 总得给老李家留个后不是 我一时愣住 婆婆念诺了好半天 继续说 我看你挺喜欢兜兜的 干脆让你姐把兜兜过记给你们 自己家孩子知根知底 养着也放心 哈 我惊得瞪大双眼 就是我姐同意 我姐夫也不会同意吧 婆婆漏呵呵地摆了摆手 放心吧 他们已经同意了 其实也就是把兜兜的户口 转到咱们家而已 什么都没有变 如果你愿意呢 就让孩子改口叫妈妈 如果你不愿意呢 就继续喊救妈 小文啊 你也别多想 妈也就是想让咱们老李家有个后 我一时愣逝 婆婆离开后 我立刻给丈夫打了电话 没想到丈夫说 她早就知晓了此事 她举双手赞成 一来我喜欢兜兜 二来让老李家有了孙子 思量再三 我同意了 很快兜兜便改了信 进了我家的户口本 法律上变成了我儿子 婆婆说 过去孩子是有诸多讲究的 那些繁文乳节可以省去 但有一项必须遵守 就是给孩子的亲生父母 一笔精神补偿费 我也没有多想 毕竟兜兜是 大姑姐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又养育了这么多年 婆婆说按照老家的规矩 我们必须支付十万元 我也没有去打听 老家所谓的规矩 就给了大姑姐十万元钱 生活如旧 只是兜兜晚上也留在我家 跟着我睡 好在我对她一直很照顾 她也没有排斥 我也是无意坚听同事说 自闭症儿童症状的 孤僻沉默 极少和别人交流 这不都是兜兜平时的表现吗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哑 平时大家都以为兜兜是乖巧 不会是自闭症的 我赶紧给丈夫打电话 丈夫吃我胡思乱想 说小孩子乖巧懂事 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自闭症了 可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第二天一早 我便带着兜兜去医院检查 结果让我如坠病酱 兜兜果然患上了自闭症 医生说 自闭症一般是因为遗传因素 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后天一般是因为遭受过什么刺激 缺乏安全感的因素 我想起大姑姐任性骄纵 动辄在家里咆哮摔东西 而且她迷恋打麻将 每天陪孩子的时间少得可怜 兜兜怎么可能不生病 给大姑姐打电话的时候 她正在打麻将 听我激动的说了兜兜得了自闭症 大姑姐竟然烦躁的说 得病就去治 你现在是兜兜的妈 问我干什么 我快欺诈了 怎么会有这么冷漠无情的妈妈 没想到到晚上回家 婆婆也是这一套说辞 说法律上 兜兜都进李家户口本了 怎么也不能让大姑姐管 丈夫也说兜兜信李了 一切都应该我们负责 看着兜兜望向大姑姐是可怜的目光 我心疼不已 行 我管 我开始带着兜兜看心理医生 带着她去做康复治疗 可让我气愤的是 大姑姐一日三餐过来吃饭时 经常会斥责兜兜 嫌她嘴笨 连妈妈都不讲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 对兜兜的康复很无力 可面对我的质问 大姑姐却振振有词地说 说她是兜兜的亲妈 她爱怎么训孩子 就怎么训 我第一次产生搬家的念头 那晚 大姑姐夫妻再一次吵了起来 隔着一扇门 我听见大姑姐夫在咆哮 愿大姑姐用十万块卖了兜兜 大姑姐气哼哼地说 那不是卖 是封锁 大姑姐夫鄙夷的吼着 狗屁封锁 你别为我不知道 你和你妈商量好了坑人家 就因为算命先生说 兜兜得了自闭症 命格克你 敢瞧你那段时间 打麻将天天说 你就把孩子过记走 你根本就不配做妈妈 我又气又怒 原来把兜兜过记给我们 大姑姐竟然藏着 如此龌龊的心思 她拿着那十万块钱 心不痛吗 而婆婆竟然是帮凶 更气愤的是 大姑姐早就知道了 兜兜得了自闭症 竟然瞒着我们 耽误孩子的质量 全家人都醒了 大姑姐哭得稀里哗啦 说她带兜兜去看过病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我愤怒地质问 她去哪里看的 她说 一个麻有介绍的养生医生 我真的想上去抽她 什么玩意儿啊 丈夫拦住了我 但听说那十万块钱 根本不是所谓的封锁 还有大姑姐 过记兜兜的原因后 丈夫也气得浑身颤抖 我和丈夫的想法不谋而合 卖房 搬家 听说我们要搬家 大姑姐不干了 说以后见不到兜兜 她会想念她的 见我心意已决 大姑姐胶着地说 想卖房搬家可以 要把卖房的钱 拿出三分之一给我 这是兜兜应得的 我是兜兜的妈妈 理所应当归我 我气笑了 我暂且认为 这是大姑姐 为了挽留而故意威胁我们 但我依然不能原谅 她有什么脸要卖房子的钱 我们当天晚上就搬到了酒店住 哪怕在这个家里住一晚 我都担心自己会冲到大姑姐家掐死她 第二天 我便找来工人 把打通了客厅护员 当天就把房子挂到了网上 并且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婆婆 我不想和她再住在一起 我庆幸当初兜兜过记给我们的时候 是走了法律程序的 有法律做保护 相信大姑姐也做不了样 我忍让是因为我善良 但我并不客气 余生 兜兜便是我的孩子 我会护她一生无用 就让大姑姐后悔去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